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西班牙港 开始对特里尼达和多巴哥进行国事访问 美防长确认将投入更多军力财力实现亚太战略再平衡 种种迹象显示 美海军复战队正在为这一战略打头阵 而日本成为最倚仗的上的盟友 俄罗斯史上最大规模空天防御部队演习本周结束 演习成功拦截九枚导弹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满意 表演传统相貌舞妖鼓舞 举行模拟阅兵式接受检阅朝鲜儿童宽度六一节 要结婚先盖厕所 被改善卫生状况 印度中央帮政府要求美宁参加体体婚礼的新郎 必须证明家有厕所 各位好 欢迎收看新闻 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5月31号抵达西班牙港 开始对特里尼达和多巴哥进行国事访问 当地时间晚七时十分许 习近平乘坐的专机 抵达西班牙港皮亚科国际机场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受到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总统卡莫纳夫妇 总理比赛萨尔热情迎接 王沪宁 栗战书 杨洁篪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中国驻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大使黄兴源 也到机场迎接 卡莫纳在机场举行隆重欢迎仪式 习近平登上检阅台 军乐队受中特两国国歌 明里套21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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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在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国防军总参谋长陪同下 检阅了一帐队 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大法官 参众两院议长 内阁成员 主要政党领袖等政要 也到机场欢迎 习近平代表中国人民 向特里尼达和多巴哥人民 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习近平表示 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是加勒比地区 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 巩固和发展中特关系 不仅造福两国人民 也有利于促进中国同加勒比地区国家 乃至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 我期待着同卡莫纳总统 比赛萨尔总理等特方领导人 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访问期间 我还将同其他一些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 共商合作大计 将中加友好合作关系提升到新水平 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国家刚鼓乐队在现场进行演奏 用欢快的乐曲欢迎中国贵宾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在卡莫纳总统夫妇和比赛萨尔总理陪同下 走到他们面前 欣赏他们的精彩演出 习近平还同鼓手们一起敲击钢鼓 现场气氛友好热烈 刚鼓乐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独具特色的演奏方式 访问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后 习近平还将访问哥斯达利加 墨西哥并赴美国举行中美元首会晤 这里是正面直播的近日亚洲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据俄新社5月31号的消息 在本周刚刚结束的俄罗斯史上最大规模空天防御部队演习当中 成功拦截9枚导弹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此表示满意 并下令完善军队指挥和通讯系统 据报道 俄国防部长邵伊古向普京汇报了此次演习结果 称拦截了假想敌所发射的11枚导弹中的9枚 对此普京表示这一结果令人满意 不过在演习过程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都表明 指挥和通讯系统是最主要的薄弱环节 要对此密切关注 俄国防部长邵伊古称 拦截假想敌导弹是在莫斯科保护区进行的 那里的分队是早前从位于阿斯特拉汉州的S300防空导弹靶场调派来的 邵伊古指出能吸引如此大规模的部队和武器参加演习 在俄罗斯甚至是苏联历史上上述首次 此次俄罗斯空天防御部队大规模演习于5月27号至29号举行 共有8700名军人185架飞机和240辆装甲车参演 另据俄罗斯媒体近日披露 俄罗斯正在准备成立国家防御指挥中心 以整合所有现有国防指挥和监督系统 相关草案已于上月底 由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批准 提交俄国防部长邵伊古 有分析指出 俄成立国家防御中心 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决策效率 实现实时指挥 以应对当前国内外日益多元化的威胁与挑战 及时处置各类危机事件 据俄新社的报道 俄罗斯联合造船公司下属的孔雀石海军机械制造局 以着手研发新型的超迷你潜艇 865级食人鱼级潜艇 其实迷你潜艇并不算是一个全新的设想 上个世纪的80年代的苏联 就曾经研制出比拉鱼级飞行潜艇 但是由于苏联的解体 最后仅仅建造了两艘 孔雀石海军机械设计制造局顾问 亚历山大表示 865项目潜艇能力并不只是攻击和跟踪 将可配备各种导弹和鱼雷 也可用于海军设施保护 且仅需要几名艇员操控 维护成本极低 据俄军方透露 865型潜艇的作战能力 远远超出了打了就跑的战术需要 可用于特种作战 俄罗斯方面现在有一种非常奇特的设想 要在海底安放能够遥控发射的弹道导弹单元 也就是说以后俄罗斯海军要把海底的弹道导弹单元 当成海基的战略打击能力重要组统部分 以前我们见到的巨型潜艇和潜射导弹的结合 有可能在俄罗斯海军会成为过去 那么这种海底的弹道导弹 如果要进行安放维护检测 它需要微型潜艇去介入 如果大型潜艇去接近弹道导弹 去进行各种检测活动 那么无疑会暴露自己的身份 那么同时呢 对于安放弹道导弹的位置 也是一种暴露 随着现代技术 特别是信息技术 在微型潜艇研发中的广泛应用 未来的微型潜艇性能将日真完善 攻击力隐蔽性也将更为出色 一旦拥有这种安静的水下兵器 在水下形成稳固的防线 对确保海军重要基地的安全 具有重要的作用 本世纪以来 海上安全威胁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 前海区域已逐渐成为安全威胁的多发区 因此法国 德国 意大利等国 也都已着手研制新式微型潜艇 那今天呢 也是六一国际儿童节 平壤有三千多的儿童 在歌在舞欢度节日 他们参加模拟阅兵式 并举行诗歌表演 来纪念朝鲜已故领导人金正日 创作祝福之歌六十周年 六月一号 三千多名儿童穿上节日盛装 聚集在朝鲜首都平壤 孩子们不仅表演了传统的 相貌舞 妖鼓舞等节目 还参加了制作朝鲜火箭模型的比赛 庆祝活动的压轴节目是 模拟阅兵式 他们穿上制服 有的像模像样的走着正步 有的坐上装饰的像军车 和火箭发射台的儿童车上 接受检阅 据朝鲜中央电视台报道 孩子们稍早前还在平壤 青年纪念会馆表演节目 庆祝朝鲜已故领导人金正日 创作祝福之歌六十周年 孩子们在台上合唱了这首 朝鲜名曲并朗诵了 祝福之歌传遍全国等诗词 他们的动情演出 感染了台下的观众 在朝鲜过儿童节的孩子 仅限于幼儿园小朋友 小学生们则会在6月6号 庆祝少年团结 好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印度的孩童 持续近两个月的 四十多度的酷暑天气 致使印度南部有超过500人 因为中暑等原因而死亡 高温造成了干旱 水资源短缺 也在折磨着当地的民众 据ZTV一号的报道 在中央邦等地区 有许多的儿童为了取水 而被迫冒着生命危险 攀爬十米多深的枯井 报道称 在印度中央邦等许多水资源 严重短缺地区 村里的孩子们 每天一大早就会坐腾在枯井边 为了获取井底残余的脏水 孩子们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 沿着九到十二米深的井壁爬下去水 在没有任何安全保护的情况下 每天爬上爬下 中央邦地区儿童攀爬井壁取水的消息已经爆出 印度社会哗然 舆论纷纷纷指责当地政府没有采取措施 帮助这些陷入困境的家庭 印度媒体更是爆出 当地缺水问题由来已久 政府不作为 在解决用水短缺的问题上毫无成果 来关注一下美国的天气 当地时间的三十一号 美国中部俄克拉荷马州再次遭遇了多场龙卷风的袭击 造成至少五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超过了十七万人受到断电的影响 据当地媒体的报道 当天的至少有三股龙卷风 在俄克拉荷马城及其郊区过境 导致连接俄克拉荷马城西部 与市郊东部的四十号洲际高速公路 发生了多起撞车和翻车的事故 在中国有房有车或许是女性择偶的附加要求 但是在印度有厕所却成了男性娶妻的必备条件 那这听起来有一些不可思议 不过却是真实的 据印度时报近日报道 印度中央邦政府为了改善卫生状况 要求美宁参加政府举办集体婚礼的新郎 必须提供家中独立厕所的照片 或使证明在婚后一个月内搭建一间厕所 从2006年开始 印度政府每年都会为一些来自贫困家庭的青年举办集体婚礼 政府不仅承担全部费用 还会为每对新人提供价值1.5万卢比 约合1600多元人民币的新婚礼物 但鉴于国内卫生状况堪忧 印度数年后颁布规定 要求每一位参加集体婚礼的新郎 必须拥有自己的厕所 除了卫生方面的考虑 印度政府还希望这项政策 能够减少国内女性和女童 在去往公共厕所途中遭到强奸的概率 英国媒体5月的一则报道显示 2011年共有400多名印度女性 在上公厕途中遭到强奸 另一据法金社报道 印度人口超过12亿 由于卫生设施的严重缺乏 仍有大约6亿人没地方上厕所 而被迫在户外解决 严重危害民众 尤其是女性尊严和健康 为倡导厕所文化 印度北部的哈利亚拉邦 还发动过一场无厕所 无妻子的活动 建议女性拒绝不能提供 带厕所房子的追求者 新亚洲文天下 感谢收看今天的天日亚洲 待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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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